无乃道祖红军,怪洪荒修士修行不义,知天术却不明其身,知法力却不懂作用,知境界却不明未来之路,不讲道万年分为三次,今也是三次中的最后一次,此次讲道乃是将圣人知道能否成圣,而等各平机缘。 红军准备开启,第三次讲道的声音传遍了洪荒各处。 红军这遭老头子又要开始讲道忽悠人了? 什么狗屁展示正道成圣之法?女娲师妹,我看我们还是不去了吧? 之前在山上时听老师讲道数千年,我们的修为大长,境界更是直接到达了大罗军仙境,自从离开老师后,修行速度愈加缓慢。 老师,这红军都开始第三次讲道了,不如你也开始二次讲道吧,这样我们才能更快突破。 我什么时候讲过道了啊? 上次讲道,只是萧安在睡梦中的梦话话了。 老师,我还没听过你讲道呢,你就再讲一次吧。 肯定老师开始二次讲道了。 这红军第三次讲道的内容,我也略微知道一点,罢了,反正也无事做。 就将红军第三次讲道的内容复述一下吧。 那行吧,我就随便讲一下吧。 大道三千,迢迢可政,千之道,元起元灭。 道场内其余众人听到萧安讲道,也纷纷坐下来静听。 师妹,我看我还是去将其他同门也叫过来,听老师讲道吧。 若是他们去听红军讲道,也是浪费时间。 那师兄快去快回。 随后通天很快,便将萧安门下的其他的部分弟子也叫了过来。 而红军的紫霄宫这边,只有几人来听红军讲道。 奇怪,为何这次讲道,只有这么几个人来? 道祖,会不会是你要讲道的消息没有传出去啊? 不应该啊,若是没有传出去,那他们怎么来了? 姚迟,你到洪荒各处看看究竟是什么情况。 顺便再转告众洪荒声明,我要讲道的消息,不要有人指人速速前来。 好的,道祖。 此番讲道三千年,蒋成圣之道,儿等一定要认真听, 修错过此几人。 几人心中暗袭,此番只有他们几人前来, 皆觉得自己是红军道祖, 从洪荒众多声明之中精心挑选的未来圣人, 前途不可限量。 算了,还是等人齐了再讲吧。 只见姚迟,经过故周山时, 听到萧恩讲道,也不由得停了下来,听了一会。 这里怎么也有人在讲道, 而且此人似乎讲得比红军道祖还要好。 姚迟越听越入民音, 竟然也坐下,开始听萧恩讲道, 完全忘记了红军交代他的话。 就这样,时间很快过去了一百年, 而红军这边还迟迟未开始讲道, 这儿是怎么去了那么久还不回来啊? 二弟,都一百年过去了, 这道祖还不开讲, 究竟是在等什么? 我想道祖可能是在等一个合适的契机吧? 毕竟这次讲道可是关乎我们未来是否能成胜, 道祖当然要慎重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新闻中上蒙之阪安兰奥里描运未来是否能成交 switched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